感恩你师父 师父一直你都在加持我 从我们家出这个事 你一直都在 可以这样说 你一直都在保佑着我 一直都在加持我 所以你看为什么在法会上 很多人冲着师父 师父都不认识他 他说师父啊 你的法身一直在救我 其实用不着人见的 其实你有本事的话 法身就会来 对不对啊 我知道 好嘛 坚强一点 我跟您说 人生很短的 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 真听得懂吗 其实师父 我知道我以前 我是属于那种 科蒙拐骗 杀身偷盗 闲淫妄语 饮酒 没有我不干的事 你要特别改啊 你这个 知道自己这些毛病的话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 比人家要加尽十倍 如果你的劣根性 再出来的话 你拖走 比人家更厉害 听得懂吗 会拉走的了 明白吗 是 我就是 我那次 我跟一个朋友 我们俩在那聊天 还在那说 我说我虽然念大悲咒 念普门品 念了十几年了 但是我非常感恩 心灵法 如果没有心灵法 没有师父的话 我说我这边念的 基因那边 还造着下地狱的业 我都不知道 我在那打什么鬼 就是这样 千万不能做 明白了吗 所以 心灵法门就是让人家立即开悟的 马上放下 过去有句话 放下 屠道 立地成佛 就讲了这种 明白了吗 就是的 以前只知道念经 不知道修心 特别是白话佛法 其实我觉得修心也很重要的 太重要了 修心非常重要 太重要了 你想想看 你一个坏人 在天天做好事都没用的 到时候警察还是把你抓起来 听得懂吗 是 乖一点了 好吧 要彻底改变自己 彻底开悟 好吗 我会改的 师父